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姊姐就是 你看在我面前啊什么的 镜头面前都是真的气场2米8 在儿子面前的气场1米28 哈哈哈哈 真的 没事没事没事 好害怕啊 因为怕自己说错了一句话 或者是做错了一个事情 他会不跟你说了 所以我现在今天都去 说他的朋友 是死避难避都逼他把我当朋友 哈哈哈哈 非常小心 他进他的房间 然后他说关门 我都要马上先关门 嗯 就不敢打扰到他 现在自己的所谓他的生活 因为怕你其实很需要一个 就是刚刚成立自己的世界 或者价值吗 很需要一个自由 是 你去给他自由 你给他一定程度的自由 对啊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摸索 对啊 其实有的难免会有磕 不错嘛 或者是有犯错 但是要知道那个点在哪里 对啊 所以媒体问你们啊 如果我们儿子啊 公众人物儿子做错事情 你们多多体谅 哈哈哈 真的因为我们公众 公众人物的儿子好麻烦 因为 那他自己知道他是公众人物的儿子 而要做得更小心 他没有做得更小心 但是我就跟他说你要接受 你爷爷妈妈 婆婆 爸爸妈妈 全都是明星 我说你都要接受 你要被他们媒体关注 但是像比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生活的孩子会比 当正常的要成熟很多 我不知道他成不成熟了 反正就我要他先知道 反正他接不接受都没办法了 他们还要接受 所以我当普通妈妈更难 反正就跟自己说 他做错事情我肯定会体谅 但是外界的人怎么看我不管 他现在还是很乖的 乖 现在还是乖 过两年我就才是担心